在我旁邊這位是中華民國地球環保協會的一個首席顧問 那我們來聽聽看今天的這個參訪的一個心得 我們今天參訪河山場 他們講的都是檯面上的好話 實際上有很多變數 他們都沒有講出來 第一個就是說布239 它是一個慢性的物質 它半衰竭期是25億年 那我們怎麼樣 半衰竭期 所謂的半衰竭期就是開始要衰竭的時候 不是已經衰竭了 就是說它報25億年以後 它才可以衰竭 他說20年就可以衰竭了 他們這個是低放射性的物質 那所謂的碳棒那些東西 它的那個布239是要25億年才是半衰竭期 所以說美國是從山洞隧道 那個三十幾公里裡面 那三千多公尺的高山 弄一個隧道進去出廠在裡面 那台灣現在都沒有 那他如果在做淺層的掩埋 那雨水下來沖刷下去 他現在都是在核電廠的地下室去做 就是說初期的掩埋 他們也不做掩埋 就是說儲存 等到有一天 什麼一天都不知道 只能說萬一有什麼閃失 那就是不得了的 那就是一般現在我們這些公務單位 最嚴重的問題 不見棺材不流淚 是不是 因為一家一防一會談 怎麼可能等到事情出來才要拒防 要把這些可能發生的事 都要告訴老百姓 讓老百姓去選擇 雖然說他們都說核能很便宜 核能很便宜 但實際上核能是不便宜的 代價很大 你現在那個山梨廠結廠 他一塊錢美金標售 沒有人敢去標 一塊錢美金 結廠一塊錢美金 就是說一塊錢美金 所有的線路所有的工廠 全部送給你 也沒有人敢標 第二個就是說水污染的關係 就是說它 它是透過水來做冷卻的 那海水它帶有很多雜質在裡面的 然後它通過熱以後 它會凝聚 凝聚以後它必須要用強酸 它必須要用強酸去處理這些凝聚物 那就是一個污染源啊 所以說 不是核不受污染 它還有一個 最大的海洋污染 就是強酸 你們把這些用怎麼樣來處理 他們通通沒有告訴我們 對對對 我們今天現在要了解這個 對對對 就是說你的 布鶴三九的處理怎麼處理 你的廢水 不是廢水的問題 是因為廢水 含雜的那個雜質 卡在管壁的那些物質 它必須要用強酸去處理 那強酸處理以後 它是不是又怎麼樣處理這些強酸 這個應該我們來了解一下 不是啊 它應該告訴我們 對啊 我們是主人啊 它應該主動告訴我們 有一個故事 還沒有討論 對 所以說 所以說 他們只講好聽的 實際上 對還是會主動去跟他教授一下 我覺得我們今天這麼遠來 你不要給我們一些東西嘛 你不要給我們來這邊 好像在小朋友在 對啊 對對對 完全沒有感覺 對啊 對對對 而且我們今天剛好談 我們的顧問喔 他對這個核電的這些放射性的東西 他非常了解 這個是很難得 你有錢都請不到 那今天剛好 隨隊來這邊做一個這個訪問的動作 我來參觀一下 居然這種核商場 可能因為是你的關係 它太恐怖了吧 非常恐怖啊 對對對 為什麼要反對核能發電 就是因為有這些問題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把關 你要透明的把這些說清楚 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 以後要怎麼處理 待會我去跟他們再做一個交涉 我請他們一個高層 來跟我們面對面的一個交代 我希望你多提一些問題 幫觀眾朋友解決一些他們的疑慮 好不好 因為我們有的時候 是有想要講 但是我們沒有那個專業的知識 可以講出來 透過你的來講解 他們就不能亂騙了 對 那騙的你知道吧 好 我們是環保單位 我們就是對立的嘛 我們在對立 他不能跟我們邊人說 好好好 這樣就不對了 這樣真的不可以錢 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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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